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二抵达美国西岸城市西雅图 受到当地官员和企业界领袖的热烈欢迎 但也有大约100人集会 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 在西藏实行压制的政策 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等等 抗议人群当中 也有不少藏人组织的成员 他们批评中国政府 在西藏实行高压的政策 抗议者强霸江康说 不幸的是现在情况更差 习近平现在地位越来越巩固 他试图在中国跟随腐败 但他是不是真的要跟随腐败 还是他们在这里进行某种政治较量呢 无论如何 他对西藏的压制是更加严厉 习近平星期三访问波音公司 微软公司和一所高中的时候 可能还会遭遇抗议的人群 我们希望在这次中美高科技 抗议者修鸿说 他们希望中美这次高峰会议上 微软 苹果 谷歌等的美国大公司 不能够向中共妥协 一种妥协会丧失中国民主 人权进展的速度 抗议者的诉求各不相同 有人带领人群高呼 公平正义 西藏自由 有人要求平反六四 有人高举打倒一党专制的标语 人群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些 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 愈将台湾独立的人也打出左标语牌 警方说 示威活动当中 没有出现暴力冲突 到星期二晚上没有任何人被逮捕